223厘米,这是中国女篮队员张子宇的身高,也是世界篮坛女性运动员的天花板。 这位年轻中风的出现,为中国女篮,乃至整个世界篮坛,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。 近年来,中国女篮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换血,以张子宇、李源、罗欣宇为代表的新生代球员,带着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,迅速成长为球队的中坚力量。 他们技术全面,作风顽强,更重要的是,他们拥有着前辈们不具备的身体天赋和国际视野。 张子宇,这位身高超过2米20的女巨人,在内线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,她不仅能够轻松完成得分,更能为队友创造投篮空间,改变对手的防守策略。 年轻球员的崛起,为中国女篮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,年轻也意味着经验不足,心理素质还有待提升。 在高强度的国际比赛中,他们能否顶住压力,稳定发挥,将是决定中国女篮未来成绩的关键因素。 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,老将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,杨立维、孙孟然、韩旭等经验丰富的老将,是球队的定海神针。 他们不仅技术精湛,更重要的是,他们拥有着宝贵的比赛经验和强大的心理素质。 在关键时刻,他们总能挺身而出,稳定军心,带领球队走出困境。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,这位中国篮球的传奇人物,他上任后,大力推动中国篮球的青少年人才培养,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青少年篮球训练营,为更多热爱篮球的孩子提供学习和成长的平台。 他还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篮球理念和训练方法,努力缩小中国篮球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。 2025年的亚洲杯,将是中国女篮展现新面貌的重要舞台。 面对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强劲对手,中国女篮将面临严峻的考验。 张子宇223厘米的希望,能否帮助中国女篮突破天花板,照亮中国女篮重返巅峰的道路。 各位球迷朋友对此怎么看?欢迎订阅支持我们更新更多视频,为中国女篮加油!